羽撲被弓幹了 你看他都可以 哇靠腰我必殺技還沒放 哇太難了吧 哇太難了啦 阿伯我來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B.A.Y.阿伯 那麼今天呢是開服的第13天 那麼我們今天最主要的影片呢 要來挑戰一下這個衛國百花 看能不能爬到50層 拿到這個隨機的戰魂 那麼整體來說還蠻難打的 欸不簡單欸各位 好來我們來準備出發了 這個戰力就已經月戰了30幾萬了 而且整體來說呢算是蠻難打 因為 因為他這個整體 雖然說只有月戰30幾萬 可是不知道什麼打起來就特別難打 比這個一般的百花還要難打 來來來 拼拼起來 好像先幹蔡文基比較好 先幹蔡文基 因為他這個範圍又會暈 很麻煩喔 你看又暈了 暈那麼多人 你看他好意思喔 不吃暈這麼多人 唉唷好像還過得去喔 會不會 哇他真的很均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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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唷 而且不知道怎麼都不崩潰的欸 不動於崩潰了 來直接開個必殺啦 啊齁 啊齁 剩下最後一個啊 喔王毅 欸不用這樣衝著我的臉吧 對啊一直往我的臉上衝欸 你看 哎唷 我的天啊 反隔 哇 真的不好打啊各位 真的不好打 嗯 好再來用我們的 張療 好硬喔 怎麼這麼硬 這也太硬了吧 這打起來完全不會痛欸 好啦 真舒服 转翻 轉爛 哇哇哇哇 安樂 沒運到 崩潰了 看來我們離這個50關越來越近了各位 有沒有機會 看一下 寒冰領域 成魂我們來了 呂布這招好猛喔 他被僵職也是可以 斷招欸 斷一下 斷一下他 呂布被弓幹了 看他都可以 哇靠腰我必殺氣還沒放 哇太難了吧 哇太難了啦 怎麼這麼難 這一次我們直接用夏猴淵了 不簡單欸 怎麼打這個都會輸 那等一下要打這個怎麼辦 事實關怎麼辦 直接用夏猴淵了不演了 聽起來啊 聽起來啊 好可以 看來用夏猴淵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畢竟還是我們的主力嘛 啾啾還是TOTA 欸我們上一次死掉之後 這個組合技就沒了欸 尷尬了 欸怎麼有流纏啊 流纏不是還沒有出嗎 怎麼有流纏 冰起來 好可愛喔流纏 欸怎麼沒有冰到 好可愛喔 欸不要這樣吧 超虧的啦 超虧的啦 他本來已經崩潰了欸 結果崩潰我們都沒打到 也可以不要這樣一直用衝鋒的嗎 很扯欸 這樣一直衝我就跑啦 真的 欸 好難打真的 欸 欸 這是流纏在那邊搞事欸 看會不會把他幹掉 可以可以可以 潮屁的話應該就沒什麼問題 喔呦 喔呦喔呦 開必殺勒 嚇死我了 好 好再來 三四 九關 看可不可以把這個 組合技 累積起來 哇 結束了 斷 水 這爛 他怎麼不會有那個集氣的聲音 他怎麼不會有那個集氣的聲音 先打這個 崩潰的 好 再來解決圓上 欸氣不夠欸 怎麼辦 下一層 有辦法打嗎 氣不夠下一層怎麼打啊 哇 沒有組合技啊各位 嗯 章鳥要活著啊 不然等一下沒有組合技怎麼打 先控章鳥嗎 對不對 先控章鳥 欸等一下啦 章盒直接死了 章盒不要開玩笑啊 哇章鳥也快死了 算了 感覺沒救 沒戲欸 太難了吧 超難的欸 超難的欸 拍個必殺好了 算一下 噁啊 KO 這個戰力是到多少啦 啊超痛的欸 哇那要怎麼到50層啊 要課起來了嗎 這個免費的成魂很想拿欸 哈哈 我來看一下 哇月戰50萬的一個戰力了 50萬的戰力了 看來要爬到這個50層 真的是有一點難度啊 哇整個很想課起來了欸怎麼辦 哇這個獎勵真的送的蠻不錯的欸 好啦那我們就下一集影片呢 再來推給大家看喔 好那阿伯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希望啊 對你們會有幫助 如果有其他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板提問 感謝各位收看我是阿伯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